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 这视频来看一下红叶之刃与之波右的全劲的效果 首先我第一感觉他这个模型好像有点奇怪 不确定是这个颜色或者阴影的效果 感觉跟其他忍者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普攻以及技能效果 这个忍者的普攻一共是有五段 前面两段他是一个平推攻击 第三段打出浮空 第四段会有一个压分身的一个突进攻击 如果命令对方的话 要触发第五段的一个攻击效果 然后来说一下他的特殊机制 就是当对方处于你的视野内 并且正对着你的时候 这个能量条就会增加 当能量条满了以后 就会有一个此技能 释放此技能以后就会强化两个技能 但需要注意 你一旦释放了强化技能以后 这个能量条就会清空 你需要再次减慢能量条 解锁此技能来强化技能 然而看待一技能 一技能就是往前突进攻击 命令对方的话会有一个后续的攻击效果 看起来像是一个抓取 通过此技能强化后的一技能 在命令对方以后 会把对方拉入到阅读的幻术空间里面 感觉就是延长了这个抓取的时间 二技能效果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一个纯粹的往前突进攻击效果 但通过此技能强化以后 就会有一个防反效果 也就是在这个技能释放前妖阶段 被对方攻击并重 这个时候就会触发一个防反 你点击普攻 就会在对方身后直接出现 然后你还可以在触发防反以后 通过拖动摇杆来控制人物出现的一个位置 最后再来看奥翼 红叶之刃 他这个奥翼在释放了以后 你可以通过摇杆来控制落点 下落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他这个奥翼有一定的时间 过一段时间他会自动落下 也可以点击普攻或者是奥翼键提前落下 如果这个落下来的攻击命令对方的话 会有一些后续的攻击效果 但是我感觉这个奥翼是不是可以被顶掉呀 具体的效果需要等到下个月招募了以后 才能实测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红叶之刃 与之波又的全技能效果 各位觉得如何呢 今天视频道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